你結識暗兩億兩多一天 期盼來到這天 遺憾絕斷可變 圍到人物不變 你今天很忙, 他的樣子好像很累 我看了整天變種病毒的資料 對了, 檢查有結果沒有? 很快有, 再等一會 Diggy 各位, 我們已經證實染病病是大菌症 旅遊巴上並沒有人感染病毒 辛苦了 我看見了 在這裡 怎麼厲害? 小鞋子 當然要搶你的鞋子 別動 駱先生 謝謝 幾杯咖啡而已, 用不著這麼隨自? 連你也看出隨自的話 就不是白搞了 不過拜託你, 駱先生 別這麼糟糕, 行不行? 什麼都說沒所謂 我這叫隨和 改一下吧, 爸爸 我看見了 認識了幾十年, 果然不痛一點 那是David最知道你脾性 真的知道我脾性 別叫我改 什麼叫死性不改? 性格不改就不會死的 但是有病不治就可能不會了 你知道這個病可大可小的嗎? 你也會說可大可小 現在很小事而已 我知道你這個人的性格是冷冷閒 愛你不理 但是現在事情發生在你自己身上 都可以這麼不在乎 其實我的毛病不止一樣 失眠也是絕症 那我就替我表妹Monica開了這間店 打法日神, 另類治療 不是每件事都要打針、吃藥 做手術的大醫生 你不是另類, 你是異類 不想面對病人和家屬哼哼啼啼 就是選病理科醫生來做 不想面對自己的病就當沒事發生 為什麼你要選做醫生? 會不會是因為我有型 不做醫生就浪費了 這個就是我寶寶嗎? 真的很神奇 通常要三、四個月照額出生 才會看到寶寶的初認 你的胎只有兩個多月 其實看不到什麼 你現在最重要放鬆心情 不要再給自己壓力影響寶寶 我知道了 對了, 燕美的寶寶現在怎麼樣? NICU的Dr. Kwon說寶寶很厲害 肺炎很強壯, 沒什麼大礙 你的寶寶也會這樣 雖然燕美現在還在病院 但我知道她為了守護寶寶 一直很努力養好自己的身體 所以我和寶寶也會加油, 不會輸蝕 好, 林爺, Dr. John, 早 早…對了, 我和你介紹 Dr. Lock, Lockman, Dr. Fan 你好… 病理科顧問醫生Dr. Mn 他除了優 Lockman來接替他 Dr. Fan是心胸肺科 他先生將一件神經外科 以後你們會有很多機會合作 上次我來醫院給了很多麻煩你們 希望以後我在醫院能夠幫到你們 而不是麻煩你們 你們病理科的醫生 要對所有醫學範疇和科目都有所認識 所以一向被人叫做醫師醫師 外人可能不知道 無論內外科醫生在幫病人斷症之前 都要靠你們病理科的研究化驗和判斷 其實組織病理學 是由檢驗病人的細胞組織來分辨病症 但是越能夠清楚驗出病症 就是病越嚴重,病人越接近死亡 當我們最清楚的時候 就是幫病人驗屍的時候 那又不用說得這麼悲觀 雖然醫術不是法術,不可以創造奇蹟 但是只要我們一步一步來 今天救不了,或者明天救得回 我相信只要有時間的話 什麼病都可以克服 但是就算醫生可以驗好所有的病 也不可能叫人不死 我勸你們還是對生死體開一點好 否則胸盤子就會受不了 我夠時間開會了 待會兒吃下再談 好… 好,來,去吧 醫生,我之前肺有事 頭痛回頭 會不會是腫瘤不上癢的方法? 頭痛未必是方法 感冒、頸椎病 缺乏維他命B1也有可能引致頭痛 不用擔心,等華報告,我們再談 杰姐,患腦腫瘤有什麼症狀? 20-30%的患者 初期症狀會有頭痛、頭昏 反胃、嘔吐、視野減退等 怎樣診斷,怎樣治療? 要照CT、MRI、EEG,腦腫做Angiography 治療的方法有化療、放療 手術有傳統開刀、X刀、Y刀、Gamma刀 Y刀就是Gamma knife? X刀、Gamma knife、Cyber knife,有什麼分別? 你不是一不出就說錯 你沒有溫習的? 我… 你今天不是第一天來做Houseman 我不管你之前是怎樣 你轉來的地方就要表現得很好 別以為你新人我就會遷就遷就遷 多謝了 謝謝 以及最新的Biox報告 顯示病人的腫瘤,而是中級二 還有根據最新的MRI 腫瘤對顯 電影劑反應有出現少許反映性 但是陰影變大 可能是由於病人原本有腦水腫引起 現在把握時的結果是第二級 證明沒有嚴重度 如果因為少許的陰影變大 就將一個原本有肺炎的病人 開刀切這麼深 我怕他的體能應付不到 但是… 一切以神經外科的專業判斷為依歸 我明白你在擔心什麼 現在陰影的確變大了 加上病人的腫瘤為止那麼深 抽取得到的樣本未必是最准強的 始終腫瘤是一個計時炸彈 我會建議俊花和病人做手術 這樣會比較合同 李雪, 這次的行程 我想你做我的第一次, 沒問題? 沒問題 女兒, 說個試話給大家聽 有個醫生告訴病人他病得很重 問他還有什麼人想見? 什麼人? 他說, 我想見另一個醫生 我以為醫生很有氣氛 原來只是提升了懶惑的級別 說懶惑, 人變厲害 就像女士那樣, 妝越濃, 人就越漂亮 你正在說我嗎? 不妙, 不如坦白說吧 對了, 你做醫生多少錢一個月? 有了多久才升到最有研究 你叫楊聰吧? 是 你的電話號碼多少號? 我想約會你 你想約會我? 初次見面不用那麼直接吧? 直接一點好, 離開桌子 當然打算找Diata Half 難道還跟你玩兩小無差嗎? 我不介意醫生看 沒時間陪女朋友 有了, 你怎麼看? 其實我都不介意自己看 不過我是被人逼你的 Girls, Excuse me, 上去退離 一天最需要都是你們 明知道我這段表現很一般 還簡單請我們, 阻礙我溫書 遲些幫你補回兩堂書就行了 那個Ben真是吹水過吹水華 雖然是看不下去 不過還沒至於說不行 好像Diata一樣 不是吧, 那個拼了老命 拼了刀一樣, 都說OK 一近身就直插心中, 沒得救 知道你威了, 女兒全部喜歡你 被你玩了 先自聲明, 我是志在參與 就算別人OK我 也不代表我OK人 你當然了, 你的心被人打破了 C? 說清楚, 我和晶晶 就是有達以上, 戀人未滿 別說誰打破了誰, 好嗎? 戀人未滿, 即是拍不成拖 做嫉妒的嫉妒 這些就掉到地上, 拿回紗衫 其實我擔心她喜居生活 我擔心她開不開心 但我又沒有那種看不見會哭哭的感覺 你不是打算隔著搬地球和人神交嗎? 楊聰哥 無理 幼稚 真的想不到就這樣走回來也不接近 路就算多遠 我們也不夠楊聰的路走得遠 小朋友, 看一招軍體也相同 或者將來這條路比我難行呢? 難行不要緊, 最重要不要是骨頭路 你怕很久沒試過我的醫科勝手 我擋住了 再來…後面… 等等,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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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喝湯了 是 我幫你 他們呢? 在房間 我去叫他們 魚仔, 喝湯了 一見呢?在書房 一見 是嗎? 喝湯了 知道 走吧 麻煩你了, 美雪 很香 快點來喝 這鍋湯是用南瓜、番茄、紅蘿蔔 煲雞 有很豐富的胡蘿蔔素和植化物 保護細胞的 魚仔, 你真的要多喝一點嗎? 知道 媽媽 你更加要多喝一點 你伸手腳經常痛 行了… 姐姐, 你就好 經常有人煲湯給你喝 我就可憐了 自從爸爸去了英國的舞蹈 教師協會進修 媽媽又是假公祭師 帶了一群舞蹈團去做旅程 現在我沒口吃 我又說煮菜給你吃 不過你不領情而已 你啊?不用客氣 對了, 你有寶寶這件事 告訴師父聽沒有? 爸爸在美國那邊講學 我怕他忙, 不想吵他 你不是這麼迷信 怕未夠三個月就不可以告訴別人嗎? 真的迷信你也不知道 我知道了, 我第一時間告訴媽媽和妖嶺 但上次你說妖嶺的腦退化症嚴重了 他明白你說什麼嗎? 說的時候就明白了 之後很快就忘記了 其實他是我的親人之一 現在照顧不了他 我自己一心也很不舒服 別這樣了 我答應你, 我們多抽點時間上去陪他 他現在整個緊張大師似的 又怕這樣, 怕那樣 連枕頭也要多買一個 說怕月仔側身睡的時候 拿枕頭要把他的肚子拿著肚子 肚子呢?肚子還沒見 那當然是第一拖, 姐夫當然緊張 我第一次幫多得張做第一次 我更緊張 你姐夫也要職業最後一年 多得張才讓他做第一次 你要把握機會 鼓勵還鼓勵, 不用提醒我 最後一年才有機會做 那是嘛, 你這些姐夫 快點教教我妹妹吧 在Fearter裡面 最重要的是 團隊的默契和合作精神 這件事你和我以前一樣, 是不足夠的 我知道, 但你知不知道 今年來的那群傢伙沒有一個像樣 帶他們進手術室 沒有跟我合作精神 少點精神看著他們, 我也怕出事 真的? 你不記得你那時候也是這樣的嗎? 幫個病人做心包穿刺也差點出事 沒有這種事 以上劇情純熟虛構, 如有雷同 實實好合, 湯真的很好吃 你今晚在香港嗎? 不是, 不過醫院可能有急事 我要回去看看 我載你回去 好, 慢慢喝吧 對了, 載我吧 我也要回到中心開會 And I… 小妹妹, 太晚了, 別唱了 先回房間, 好嗎? 小妹妹, 算我不對, 算我不穿了 我不應該說你唱歌難聽 但也無謂難找病人, 是不是? And I… 別吵了, 你吵醒所有人 我愛你 什麼事? 今天不是楊聰朗打電話嗎? 她叫孫希恩, 是旅遊巴車禍的 其中一個傷者 疑方沒空, 我們就接收了她 And I… 本來檢查員沒什麼事, 能出院了 但我們發現原來她是自己一個 從英國飛過來香港 這邊又沒人沒物 醫院經理已經通知警方 原來她是英國那邊的家人 所以還未能出院 阿姨… 你好, 你叫希恩吧? 是Yanis, 伯母 你好, 你很喜歡唱歌嗎? 挺喜歡 但現在很晚了 你倒不如回房間睡, 明早再唱吧 這個叔叔說我唱歌唱得很難聽 我不認同了 就下來唱給所有人聽 看看誰適合 喜悠雪, 你的小女孩 不過這樣, 現在這麼晚了 你唱得再好聽也沒人聽到 豈不是浪費 倒不如回房間睡 有精神了, 明天再唱 對了, 其實你在英國的時候 日後做什麼? 上學, 打滑鼠, 唱卡拉OK 英國有香港這種卡拉OK嗎? 不, 在家裡唱 我媽媽唱歌很好聽 爸爸也教過我唱歌 我阿姨也說我唱得好聽 是香港的醫生, 只要低級, 味道不好 低級高的小妹妹 阿姨, 你介不介意我問你一個問題嗎? 你在香港沒有親戚 為什麼你一個人會回來香港呢? 你糟了, 你現在出走 你不是這麼老套, 沉親了吧? 我回來是參加電視台歌唱比賽的 十幾歲女兒, 一個人回來香港 參加歌唱比賽嗎? 這叫做自分性, 勇氣, 經驗, 生活 叔叔, 你不明白了 這叫入鄉隨俗 是生活體驗 不過這樣, 醫院有醫院的規矩 小姐, 你的婚姨草花茶 還有巧克力蛋糕 謝謝 其實吃巧克力蛋糕, 最適合喝的就是 Vanese咖啡 想不想示範杯? 其實喝咖啡真是一種很好的享受 一杯Espresso 可以令意大利菜更有餘韻 用燒熱的愛爾蘭咖啡杯 去喝Iris咖啡 你會感受到威士忌和咖啡 一起揮發的香味 Vanese咖啡 一小匙匙的Brandy 上面燃燒著 渺渺冰淇淋的藍色火焰 然後倒回去, 卻被威士忌喝 你會感受到歸足和浪漫的結合 是不是真的很想喝? 不想 但是為什麼你要用這麼強的欲望 眼神來看我? 我喝開茶, 我不想變 不過你說得這麼動聽 不如叫你老闆娘Monica出來 我喝過你的咖啡是不好喝的 可以投訴你嗎? 你認識Monica嗎? 我聽說這間咖啡多出名 我想來看看 但是你來到沒喝咖啡 不喝咖啡不可以去咖啡嗎? 除非她的記者上來看看 我們的咖啡是否有事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想做個訪問 不如叫她出來談談 是不是很累? 小心身體 謝謝 也不是第一次這樣 很多次應付了突發事件 做二十多、三十個小時都是這樣 我真的不明白現在父母 怎麼教小朋友的 教老人人人都嬌生慣養 自以為是不知所為 就是因為有很多父母 像你那樣 這麼緊張子女 所以搞得他們嬌生慣養 我不是緊張他們 我是緊張你而已 口天使喚你 是嗎? 耀仔, Yenis又不見了? 好 真不好意思, 為了遷就我上夜班 弄得你們都很晚了 你這麼說, 又要上班 又要來這裡做義工 我和阿車的時間是最容易話為的 何必客氣 而且這段影片 可以教家屬怎麼照顧氣速的病人 早點完成就早點可以幫人 所以晚點也是值得的 你從小到大都這麼乖 如果你是我的女兒就好 現在就這樣說吧 你就負責寫稿和去找組織 我和少姐就回音院 找同事做演員, 好嗎? 好 那我們先走了 走吧… 行了, 我鎖門行了 好, 再見 這位小朋友 這時候你不是應該在房間睡覺嗎? 為什麼要來這裡唱歌? 我不唱歌, 我睡不著 正常 對 我叫車車, 在這裡做義工 車車?車什麼?車大婆嗎? 是車曉童, 但每個人都叫我車車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游車學 在英國我每天都坐車, 有什麼特別 每天可以跟家人聊天 有事讓他們稱讚, 有事讓他們鬧 對就是沒什麼特別 但這就是生活 Yanis 婆婆 你好… Yanis, 你不是回房間嗎? 又走出來嗎? 那參加歌唱比賽都要練歌 練歌也沒理由夜晚 不如這樣吧 找天我和你找個地方練好嗎? 現在回房間睡了 走吧 婆婆, 我去走了 你最喜歡唱哪首歌? 好嗎?我會永遠愛你 Lorman 你這份檢驗報告出來了 你的腦沒問題 不過血液裡白血球指數很高 就是你以後有癌症 好嗎? 我會永遠愛你 不是呀, 不是呀, 不是呀 不是呀, 你知道現在幾點嗎? 知道我剛剛才睡嗎? 楊聰, 吃不吃早餐? 就是因為你 沒有好好照顧病人 令我沒睡覺了 是我不對, 請你吃早餐補償, 好嗎? 你真厲害, 這樣被人罵就沒事了 對, 如果我被人罵 我一定會… 哄她吧 不過你現在跟著她的 她對你的印象是會影響你哪一科 不錯也錯了, 要罵就讓她罵 罵完她又舒服一點, 我又安樂一點 更何況, 完全不錯那個 不過, 也不是居住男人 那倒是 不過我沒你那麼厲害 我進來四個月了 本來在內科很好的 但不知為什麼 我一進了神經外科 我就經常做錯什麼 還有, 我一見到美雪 我就會疼死了 這麼齊人? 你們昨天有任何經常沒走嗎? 不是呀, 我們三個上來 陪他們吃早餐而已 這裡本來只是被按照的人打一等 就不要變成聯儀會了 杰姐、阿桃, 我們到時候回醫院了 我們先走了, 再見 再見 我們也到時候換衣服了 走吧… 但我還沒吃完 還吃? 你看阿婷的手腳多快 你吃早餐也比人慢 是不是不用做? 我本來是想請你吃的 算了, 像小姐所說的 就當兒女兒教了 如果她是女兒 我早就把她碰死了, 還說要教她? 跑步, 先打試一下 你好, 這麼巧? 你住在這裡嗎? 是的 這麼巧?我住在對面而已 是嗎? 你準備跑步? 是呀 一起吧 我叫楊佩聰, 大家都叫我做楊聰 我叫車曉彤, 大家都叫我車車… 車車什麼?車大跑去車輪戰 你也挺小孩子的 你稱讚我還是踩我? 是羨慕你, 有童心是開心的事 讓你發覺我這個優點 我住在這裡很久了 都沒見過你, 你是新搬來的 我剛在澳洲做工作假期 我回來沒多久 方叔就介紹我進來醫院做義工 工作假期 就是那些丟下親人去逍遙發活 美其名就是體驗生活的那種吧 有得去不同的地方 體驗不同的生活 就算去玩, 只要付出努力 才可以玩得開心一點 有什麼不好? 玩的當然開心, 等我去世 幫忙… 你幫忙, 幫忙, 幫忙 謝謝… 你幫忙, 幫忙, 幫忙… 謝謝… 看見你們真開心 將來你生了就知道 小事破廢, 大事悲悲 是嗎? 還沒生之前就要跟人爭床位 生完之後又要跟人爭奶粉 再大一點, 小學就要跟人爭學位 中學就要爭泰位 人們說養大一個小孩要四百萬 我有兩條化骨龍 中了一次落合彩, 只是慢慢緊 是嗎? 但我看你們一路慎, 一路很開心 又說親子活動呢? 他們是郊遊, 我們是耕田 升別歧視 這些不是歧視, 這些是眾事 眾事你才給你一些眾任 你這麼想, 是不是馬上舒服點呢? 很舒服 你很快做人的老闆 也是時候學習男人的三重四得了 什麼? 老婆出門要跟從 老婆命令要服從 老婆說話要盲從 老婆生日要記得 老婆發瘋要忍得 老婆買衣服要捨得 老婆化妝要等得… 會不會想多了? 這些真正男人的三重四得 想多了 不差再跟你說了 將來你做了別人的爸爸之後 你的地位就像行之一樣 有三萬點, 直射到晚三點 到時候如果你不懂做的話 隨時跌下去三千點 老公, 女兒要喝奶了 來… 老公, 快點過來幫我洗碗片 來… 老公, 女兒要喝奶了 老公, 女兒要喝奶了 老公, 你過來吧 這麼快就傳染了? 阿李 什麼事? 楊聰打電話來 說Yennes有事就麻煩了 這個請你吃的 謝謝 姐姐,你今天這麼吃 不可以吃哪些東西? 太可憐了 這些請你吃的,謝謝 楊娟 搞哪科?那些東西是怎麼來的? 外賣 外賣? 醫院有沒有規定不准讓人買外賣 不准讓人請人吃東西? 大致病,醫院明明規定 金色的病人是不可以進食的 但是這個小孩就弄得連他也吃了 Yanis 我知道你是小時候 但是有些東西不是小時候可以亂來的 病人的健康不可以隨便拿來玩的 伯母,你答應過我找時間 找地方跟我練歌吧 現在誰玩誰? Yanis,你別亂搞人家的事 伯母,你也行 你的球不是用來擺,還是用來彈的 你一定是那個經常在醫院開表演 的小女兒,你也知道嗎? 原來我這麼有名的嗎? 不好意思,Dr.Lock 她叫Yanis 她說要參加什麼歌唱比賽 一件頭說你的辦公室有鋼琴 所以我想借你跟她練習一下 但如果不方便,那就不要了 快走吧 阿姨,你又說醫院只有這裡有部琴嗎? 其實琴多放用,你要用的就隨便用 謝謝 謝謝,快點… 先說好了,我很久沒彈了 彈錯了,你別笑我 行了…你彈得好有什麼所謂 我唱得好就行了 好的 快點… 如果我會留下來 如果我會留下來 我會只會留下來 我會只會走在你身旁 好,你的高地薰衣草花茶 還有髮色焦糖布甸 謝謝 其實那蔥咖啡是最好的 不如蔥杯給你試試 其實你不喜歡喝我們的咖啡 但是要一整天蹤上來幹什麼? 想找Monica 如果她不是做一些不見光的事 為什麼不肯見我? 她神龍見手不見味 見她難過見了你 不過她真的從來沒有打電話回來 說她是誰 你看她的照片,她的東西就知道了 她喜歡到處遊列國 Monica? 哪裡?誰是? 她騙你而已 你看看你,連Monica是怎樣的 你也不知道你是在找她 你騙我 你騙我們,你是記者 算了,我可以拿杯茶給你的朋友嗎? 這倒是巧合 John,來了嗎? 剛巧在這裡遇到一個小侄女 替你介紹,車子很相同,Dr.Lock 你好,Dr.Lock,你好… 原來她在我們醫院做義工 待會你們有機會見 喝杯茶 謝謝 喝什麼?照舊 好,你慢慢聊一會 你經常上來嗎? 不是,我只是陪一個朋友 我記得你的花名叫車車 剛才如果不是你跟我打招呼 我真的不認得你 我最後一次見你十一、二歲左右 想不到現在這麼大 我也想不到 當年我還以為我會死 對不起 那時候的手掌我以為我能處理得到 怎麼知道 不錯,你看我現在不是多好嗎? 以前的事你不用再記了 你真是樂觀 是呀,我很樂觀的 我爸爸媽媽離婚之後 我就跟著媽媽住 現在就自己一個人生活 每一段時間都失去了一些東西 但是也有開心的東西 悲觀和樂觀是看你怎麼看的 對,我們要跟你學習 你怎麼樣?看著什麼 我…我頭殼了,我輸了 我輸了,我頭殼了,OK嗎? 我可以打電話 你怎麼打?我沒有電話 韜韜,如果有你來開,你會連開? 我會用box flap去開 你來 我會讓你墜池 我會用紋潤的風格 Crenyut 頭骨開了, 現在開腦袋 到, 之後哭 做得不錯, 走燈, 上麥克風 左手塞骨, 右手掛骨 找到中樓了, 召病理科 十分鐘內出椅子做補償 發補償 謝謝 病人蕭詠熙, 沒錯 好, 現在做補償和爛桶這邊檢驗吧 知道 好 李雪, 給阿婷一個中樓 你這樣做, 還可以為全靠 對不起, 張思春 醫生, 你是第二季 現在通知醫生, 樓已經是第三季 好的 我是病理科的醫生, 我想找醫生 在這裡, 你說吧 我們病理科已經證實 病人超英K的腫瘤已經到達第三季 收到, 麻煩你 因為腫瘤已經是第三季 可能出去的機會大了 麻煩科, 準備血 是 開始撤除腫瘤, 不相信 總腫瘤已經成功接觸了 美雪, 接下來應該怎麼做 我會終於總腫瘤安排病人接觸治療 好, 幫我做醫生 知道 媽, 已經用完, 買光 美雪越來越像以前的你 我沒有做黑臉神很久了 你也改變了很多 美雪的表現越來越好, 繼續努力 謝謝 新人教就協教, 不過不要罵別人 失去信心 看到缺點, 也要看到優點 時不時給點鼓勵 我脾氣真的沒多多莊力那麼好 不過我會繼續努力, 不會令你失望 有你們在, 我就放心了 有件事我想是時候要跟你們說 我決定去德國深掃 遲了職, 下個月就走 你打破爺爺? 你打破的 我看著你打破 你哪張眼睛看著我打破? 你不相信他? 你問一下, 來 我們瘋得這麼大聲, 他也不醒 那怎麼樣?扔他出界? 你這個人是這樣的 人家說是女孩子嘛 我知他 先去睡一會, 或許我還沒走 不, 睡? 你眼睛睡, 你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不是, 我說笑而已 我真的沒有 還說有很多事沒做 把玻璃還弄好, 最重要 別弄女孩子 謝謝 你終於醒了 不是 怎麼沒殺人? 把樣子很久了, 你睡了很久了 剛才打羅你也不會醒 原來你聽個電話機聲音會醒嗎? 怎麼會變成這樣? 你還怎麼會吹? 你怎麼會吹牛? 你怎麼吹牛? 你還吹牛? 我吹牛… 好嗎? 你怎麼吹牛… 你怎麼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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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不會,阿輝對我很好的 這兩年他的裝修生意好了 我們打算結婚,所以看了房子 這就是典型的男人有錢之後變心 不可能 你對他這麼有信心 那你整天上來這裡幹什麼? 是因為我知道 他跟一個Monica的女人聯絡 Monica,你就是擔心Monica 擔心他們私奔? 我不知道 總之我一定要找一個答案出來 其實我真的不是一個八卦的人 我不喜歡理人的私事 不過請你張開眼睛看看這裡 這裡所有的設計 都是你的男朋友和Monica的東西 面對現實,你以為屬於你的東西 已經不再屬於你了 那些東西是屬於我的 沒有了,不屬於你的東西 那男人也不會回來的 我去吧 好呀